11年才开了8万公里的哈兰达 而且还是一台3.5V6的四驱的哈兰达 大家都说上坡不跟哈兰达 下坡不跟凯美瑞 这台车到底有没有大家口中所说的那么不好 其实我个人特别喜欢大排量自吸的哈兰达 我曾经自己也收了一台 本想留着自己开 奈何当时兜里米不足 后来给它除掉了 也是一台3.5排量的 但是我那台是最低配经营版 我身后这台呢是一台高倍的 就这么一台开了11年跑8万公里 简直就是特别的难找 特别的难碰 在喜欢他人的眼里 这个东西就是个宝贝 在不喜欢他人的眼里边 这一坨就是块废铁 这一车到底哪好 到底哪坏 今天我给你们好好安排安排 跟着我的镜头往下 那么走一走 小节胎和尚 月南风和尚 夜雨的狂想 夜发点微香 伴我深夜泪幻想 风之白用太紧张 这台车的外观和内饰 这么一看那就是老掉牙了 基本上没有任何时刻 两个字跟它有关系 这么一台车呢 主要啊 它的优点在哪个地方 大 七座 空间利用力非常好 而且皮是耐开 你开个十万公里 刚好是个磨合漆 我这么说可能有点夸张 但是确实如此 我身边很多开哈兰达的朋友 哥哥弟弟啊 和相识的人 最长的公里数 有一台已经开到了四十多万公里 而且啊 依然行驶的满满灯灯 哪都去哪都跑 路况再烂啊 它后边那一对筷子悬挂 也能支撑着这个将近两吨的车 一直在颠颠的跑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这台车呢 大家可能看到它的底盘的时候 看到它后边两根筷子悬挂 跟凯美瑞一模一样啊 可能觉得这台车 偷工减料 但是我跟你们说 这么一台哈兰达 你别看它的用料各方面如何啊 咱把这一块先放下 这台车的耐久度在它这个级别里边 无敌 没人能跟它跑 跑赢它 是吧 同样是这个级别当年七座车型还有什么 好像是没有 如果有啊 你们评论区给我打了 打出来 15年的时候啊 改款之后 它的竞争对手 它出来了 谁呢 福特的瑞介 就是一代 福特毁鱼 嗯嗯 你们应该懂 然后还有谁 广汽传奇的GS8 那台车啊 也是七座的 国货自光 作为哈兰达的对手 他们都很痛苦 为什么 即便是改款 增配 各方面用料 比哈兰达足 哈兰达足 是吧 配置也比哈兰达高 售价也比哈兰达低 但是他们的销量 加一块 也就跟哈兰达四斤力敌 随便拿出来一款 它的销量远远不及哈兰达 为什么 它哈兰达的口碑 特别的好 好在哪呢 省心耐用 而且保质率逆天 尤其是新款的保质率 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 几期新款 哈兰达2.0T 15年改款之后的那款 为什么我不推荐你们去入手二手的 除非特别便宜 除非你预算真的不够 而且特别喜欢哈兰达 你可以 是吧 我还是建议你们 多花点米 直接安排一台新车 是最想 最得劲 最合适的 哈兰达是不是好车 是好车 但是二手车 它的性价比真的非常非常低 你同样的预算 可以选择很多 比它更有性价比的车 但是呢 也抵挡不住 哈兰达在二级市场 对吧 核心车市场里边 它的销量 那简直就是 逆天了 你就像现在最新款的 一月产值就是2000台 为什么 因为它那套动力总成 一个月只有2000台的份额 然后 生产出来的也就2000台 但是买哈兰达的人呢 挤破头了 所以现在还在加价排队 即使今年新款上市之前 现在老款也非常的 好卖 一车难求 这就是助长了 这台车 嚣张的火焰 好了 言归正传 咱们接着主题 讲 今天这台 10年跑了8万公里的哈兰达 到底好不好 这就是这台发动机的心脏 2GR3.5V6 皮是耐久程度 无言以对 真的是非常耐用 基本上 现在开了11年 跑了8万公里之后 它整个发动机 基本上你很难找到 能漏油的地方 这台发动机 没有进行清洗过 车也没有洗过 可以看一下 西门室盖上面 一点油脂都没有 只有这个机油盖 上面 有上市换机油 可能滴的了 那么一两滴 有滴在了旁边 所以有一些 不够 你想让这台发动机漏油 那简直就是吃人说梦 我到现在 没见过 就是 这款 GR系列发动机 20万公里内 自然漏油的 很少很少 可能维修过一次之后 有漏油的 那很正常 为什么这台发动机会有维修呢 早期版本 08年之前的 会烧机油 因为活塞环 设计有缺陷 丰田其实是烧机油的鼻祖 奥迪都碾不上它 早期的时候 丰田确实烧 烧得还很厉害 但是维修起来 很方便 18年末之后生产的车型 大家可以放心的开 活塞环已经升级过了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这款车呢 就是09款 10年上牌的 09年末生产的 所以烧机油 也跟它没有什么关系 然后这台发动机 优点有很多 但也有缺点 缺点是什么呢 技术老旧 虽然这台车 你别看它是一个 牛头表 感觉它跑得不快 但是这台车 动力这一块还是够用的 8秒多的 百公里下速 但是费油 嗯 百公里的油耗是多少呢 基本上 以我的脚开的话 这台车13个起步 到18个之间 如果是高速行驶的话 也就是 八九个油 大概也就这样 不省油啊 你要是想省油 找一个 CVT变动墙 或者是2.0T的 那套动力总成 其他任何车 只要是2.0T 或者是搭载CVT的 基本都要比这款车省油 它是3.5V6 所以你要是问油耗 想考虑油耗这方面 直接就给这台车 pass掉就完事了 这台车玩的是什么 玩的是大牌之旗 四驱 啊 这台车四驱 还可以 因为它是个V6版的四驱 3.5排量 满满等等 可以说是 然后发动机这一块 给你们讲到这 我给你们讲一下 这台车的内饰 怎么看 才能知道是 8万公里 试表 到内饰部分 这个方向盘 是经过翻新的 皮压厚包的 然后这个座椅呢 哈兰达这边啊 特别容易出现 折皱 这边 也进行过翻新了 这个皮是后换的 啊 仔细看的话啊 能看出来 就这一块边上的皮之后换的 这边已经坐得开裂了啊 坐得开裂了 然后 这个座椅皮子 啊 没洗过 就是换了单独这一块 哈兰达的座椅啊 你要看到这边 憋憋了 很正常 它都会扁啊 这边都会扁 而且这边特别容易裂 因为这不是真皮的 这个是嗝的啊 嗝的 原厂它就是嗝的 不是纯真皮的 料子 然后这开车表台 你可以看一下 特别的新 然后呢 看这个门把手 如果是超过啊 十万公里以后 哈兰达这个门把手 这儿的磨损会特别大 还有这个亮片啊 度个 也不能说度个条吧 这个塑料头容易掉起 然后这个地方也会 出现很大的磨损 因为主驾驶磨损是最大的 所以说 看哈兰达 看功率数多少的时候 咱可以验一下这个地方 门把手的地方 然后再就是座椅这个地方 如果这个上面啊 都开裂的话 那肯定是十多万公里跑不了 这边开裂无所谓 然后进入到内饰 这个挡把球子啊 是个老汉手 第一人车主是老汉手 所以一直抓着挡把球子 所以这边已经漆已经给 让汉水给化掉了 然后 那是按键 这个 还有下边这个 这个都是原车的 还有这底下按键都是原车的 这个如果功率数大的话 按键 它也会出现一些磨损 哈兰达很好验啊 就这两个球 看它的磨损 那就翻盘这个按键 这个按键 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 是最容易掉漆的 如果掉漆了的话 功率数肯定 它不会是石标 然后还有这个位置 还有这个位置 然后可以看一下表台 这个上面 很干净 很细 而且副驾驶座椅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副驾驶座椅没有翻醒过 然后那个门把手 也是非常的细 后拍座椅 这都是圆皮 没动过 也没洗过 也没翻醒过 这台车 唯一翻新的就是方向盘 和啊 主驾驶的座椅边 画了个皮子 然后这边呢 这个是圆皮 副驾驶的圆皮 副驾驶 这台车呢 一个人开的时间 比较多 所以说主驾驶那个位置 它磨蹭比较大 然后整车 真真正正正 就是8万公里 10秒 就是这么一台 从前汉满马 主要优点吧 今天其实没给人们讲的 太透彻 这个东西 也就是那么回事 皮是耐用 是它的特点 其他特点 它就是个保值 真没什么太大的特点了 就是一个 大面包车 一样啊 可能不喜欢它的人 就把它当面包车一样 但是吧 确实是一台好车 也有不喜欢它的 也有喜欢它的 我是只是把我自己知道的分享给你们 就这么简单 然后如果对这台车 还有什么想了解的 评论区下方留言 每条问题我都会回答你 今天就给你们讲到这儿 咱们明天中午不见不散 别忘了给我长按站 给我点个爆站 再来个关注